弥迦书第一章 当犹大王约谈 雅哈斯 叙西迦在位的时候 摩利沙人弥迦得耶和华的末世 论撒玛利亚和耶路撒冷 万民啊 你们都要听 地和其上所有的 也都要侧耳而听 祝耶和华 从他的圣殿 要见证你们的不是 看啊 耶和华出了他的居所 降临步行地的高处 众山在他以下必消化 猪骨必崩裂 如蜡化在火中 如水冲下山坡 这都因雅各的罪过 以色列家的罪恶 雅各的罪过在哪里呢 岂不是在撒玛利亚吗 犹大的秋坛在哪里呢 岂不是在耶路撒冷吗 所以我必使撒玛利亚 变为田野的乱堆 又作为种葡萄之处 也必将他的石头 倒在谷中 露出根基来 他一切雕刻的偶像 必被打碎 他所得的财物 必被火烧 所有的偶像 我必毁灭 因为是从妓女 故嫁所拒来的 后必归为妓女的故嫁 先知说 因此我必大声哀嚎 四脚肉体而行 又要呼嚎如野狗 哀鸣如鸵鸟 因为撒玛利亚的伤痕 无法医治 言及犹大和耶路撒冷 我民的城门 不要再加特报告这事 总不要哭泣 我在伯 伯雅弗拉滚于灰尘之中 撒匪的居民啊 你们要赤身 蒙羞过去 撒南的居民不敢出来 伯以轩人的哀哭 使你们无处可站 马绿的居民心胜忧疾 切望得好处 因为 灾祸从耶和华那里 临到耶路撒冷的城门 拉吉的居民啊 要用快马套车 西安民的罪 由你而起 以色列人的罪过 在你那里显出 犹大 你要将礼物送给 摩利社加特 雅各西的众族 必用诡诈带以色列诸王 玛利沙的居民啊 我必使那夺取你的 来到你这里 以色列的尊贵人 必到雅度兰 犹大 要为你所喜爱的儿女 剪除你的头发 使头光秃 要大大的光秃 如同秃鹰 因为他们都被卤去 离开你 未经许证中的行为